昆育怎麼觀察 所以我的感覺跟觀察 這一個膽小鬼遊戲 至少要拚到11月 然後11月最後才攤牌 那攤牌之後 有組合的話 我猜測就可能跟LINE PK 沒組合的話 那我猜測膽小鬼遊戲結束 搞不好選舉 也進入垃圾時間 你怎麼觀察這種膽小鬼的局 其實第一個 剛剛大家講了 第一件事情 去跟幹這件事情 這個誰 這個郭董是很會玩的 我舉一個例子 商界的例子 需要搶那個林百里的 那個蘋果訂單的時候 蘋果電腦訂單的時候 林百里說跟蘋果多好多好 沒有問題 談了多少次 然後都OK了 結果林百里帶著高官重臣 去蘋果那邊去看的時候 看著 看到郭台銘牽著庫克的手出來這樣子 那他會走 他會走偏門 他會走偏門 他賭性堅強 千萬不要忽略這一點 只有一線希望 他都敢賭 好 Shop的事情也是一樣 這是他商業性格 所以我估計 而且像連署這件事情 大家都覺得 大家都覺得 連署 這件事情完了 他還可以 他還可以不送 連署完不送這件事情 只有一個可能 就是他連署出來的數字很難看 對 那只要他連署數字夠漂亮 那他哪有不送的道理 那是幾十萬人 把身家姓名押給你 那他既然賭性那麼堅強 我都已經連署花了幾千萬 甚至上億了 那下去了 下去連署了 然後結果到最後秒鐘 我只是要 跟你拔好操 這樣而已 不太可能了 那他就是要堵下去 那只要那個形勢 跟那個民調還OK的話 他就不會 停手 而且 大家講說那個 他這個什麼和平 渲染是他的屋頂 是他的框架 對不對 鐵籠子 請問哪一個沒有框架 哪一個沒有這個鐵籠子 那個侯友宜 一上去就是兩岸 然後就是 就是九二共識了 然後他就把自己框死了 框在馬的框架裡面 那你說柯P沒有嗎 那我問你那個 最近大家在吵那個南海控股 對不對 南海控股那個雙子星的事情 那于賓海 他那個時候 為了這件事 氣的罵說 民進黨把那個 投審會 把那個案子 雙子星案子否決掉的時候 他就氣的大罵說 你這個什麼 什麼國家院 警什麼主缺醫師 偷偷偷偷狗 然後這個事情 這個你要說不想讓他進來 五天就可以告訴我 你幹嘛要拖五個月 人家案子還是要慢慢審 對不對 你還是要去找資料 我補充說明 這年頭你去申請一個信用卡 都不會五天下來 信用卡都只是普通個人額度 然後這個是國門的幾百億以上的開發案 他審五個月真的只是很快速剛好而已 還有還有我順便幫投審會跟一般公務人員講個話 一般公務人員送來每天幾百個案子 我不是只審你這個案子就好 所以一個案子審五個月以這種國門開發案已經是超級快速了 投審會有一堆案子排隊在審 投審會不是上上下下整個部門全都只為你這個案子而快速通關服務 而且而且他那個投審會的作業程序裡面 他不但要審這個公司的股權股份 因為這個公司股權太複雜 最後基金最後的受益人 所以柯文哲是財經金融無資 柯粉不要再輕易被他洗腦了 柯粉你去申請信用卡看看 看信用卡一般的銀行有沒有兩天三天五天給你的 然後他而且投審會要審這個國外投資的部分 他還有行文給其他的單位 其他國外的政府 那國外政府就給你拖了 所以五個月已經說實在話不容易了 然後他去罵人家 其實就是他想要弄這個案子 然後弄這個案子就弄不成 結果就就就就發飆 結果現在隔了很多年以後才發現投審會是對了 那當時那時候我們就說余平海會不會有問題 有有一個問號是存在說 余平海的起家 他其實是做房地產 臺灣還有一個人 就志工黨的黨主席 但沒有聽過這個 志工黨的黨主席 那他也是做 叫什麼名字我忘了 他也是做房地產起家 跟余平海差不多同時進來 臺灣買了一個志工黨 然後他就他來做黨主席 結果前一陣子好幾年前 他比余平海先倒 中國房地產一泡沫的時候他就掰了 志工黨發不出那個那個那個什麼發不出薪水了 那我們那個朋友在裡面通通都解散了回家去 那個風險是很大 也就是說中國這些做房地產的人 他說來就來說倒就倒 而且他那個都是九倍十倍在作業 你讓這個人投資到雙子星 這是國門啊 然後東區門戶 西區門戶記 你就變成爛尾門嘛 變成爛尾樓 那你那你這個怎麼投審會能夠讓這種案子過 所以柯P也有他的問題 每一個人都有都有兩岸的這種 藍營的這幾個人 都有這個兩岸的框架 把他綁死了 把他框死了 所以並沒有那麼大的弱勢 說光是郭董這一點的弱勢是這樣子 然後大家要去想一件事情 地方派系 光靠地方派系不足以城市 但是地方派系是像什麼 他就像我們在做一個企業的時候 他的那個啟動資金 我要去跟銀行 或是跟親友借貸 要借啟動資金 我光啟動資金 我這個企業可以做 但是不見得會賺錢 可以生存而已 但是我真正關鍵 能夠讓我賺錢還是業務行銷 對 有人來買我的產品 那個還要後面的運作 但是如果你沒有啟動資金 其實你根本就動不了 你看侯友宜 你現在去這個地方 郭董已經起碼開始辦造勢 你現在不要管他多少人 有多少人站在他臺上 他有錢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也見過了 這個地方派系的頭頭 然後已經掃一圈了 晚上也唱過歌了 然後八月十七號還有 這條阿咖 大條認桌的那種 見條阿的聚會都有 你侯友宜在做什麼 你侯友宜現在只能到地方去 找那個桃園六個立委吃個便當會 然後又到台中去吃個便當會 吃便當吃上癮 那有問題嘛 你這個只有一線 而且據說桃園那個六個立委 怎麼逮到了呢 桃園那六個立委是當天 有一個什麼兩岸的 一個什麼很大的會 剛好大家都在都在那邊 很大的一個托 他就在那邊去給人家便當會 到了第二天那個什麼 關公生日還是什麼 那個廟會的時候 只剩一個立委 所以侯友宜的問題是出來說 你沒有這些啟動資金 你現在根本就沒有動 現在不是說你剛剛五一七提名 你現在已經三個月了 你三個月完成這個樣子的時候 大家就看衰你這個公司了 你什麼東西都動不了 除了吃薪水發薪水 你什麼事情都不會做 那你這個就沒有搞頭了 所以他們現在 國民黨現在一直在喊 對這個郭董也好 那個都叫做信心喊話 我們昨天有一個朋友就講了 那個臉書上寫的 我都借用他的台詞 因為我們感同身受 每次都喊大局為重 大局為重 跟你喊大局為重的意思就是 你根本就不在那個局裡面 對不對 不惜一切代價 我們就要怎樣怎樣 你就是那個代價 好所以你的觀察是登記是一個關卡 登記完之後搞不好都還有變局跟整合的 因為登記完之後就算登記了三咖都四咖都 最後某一咖直接跟另外一咖手牽手 然後某種程度甚至公開表態都有可能實質票員就整合了 對他只是在那個過程中間 大家跟大家現在想像的說我現在就改他整合 就有郭柯沛 那個選票上面就這兩個人的名字 概念不一樣 但是實質上面還是可以做另外一種方式的操作 而且實質方面因為副總統是虛的 如果整合是 講好了你當總統我當行政院長 然後誰當立法院長 假設是這個局 那事實上還是有可能成功登記後 是不太可能這樣操作 為什麼呢 因為行政院長是一個沒有保障的職務 那明天他就可能不見了 那淹水了 你可能可以讓他淹成這樣 就你負個責吧 我給你無冤無仇 只不過現在在政治形勢 要借你向上人頭一用 行政院長就常常碰到這種事 那立法院長是在登記的時候 你就要確定你是立法委員 所以他不可能去當立法院長 但是到了最後面 怎麼樣子編排 那個中間的比如說你要做什麼利益交換 或做什麼樣的東西 那是另外一個句嘛 好我們稍後回來 再次回到後 再次回到後